啾啾啾 這邊好像給老鼠偷吃一口的感覺 哈囉,大家好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給我的小金魚換新家 其实想要帮它换新家很久了的 只是因为它还很小 然后我们担心的就是它搬来搬去 搬来搬去 等下很不稳定 然后担心伤害到它 可是昨天晚上发生了一件事情 我的小金鱼 它的背起上面有一个红点 感觉就是它好像受伤了 我老婆发现到 因为水质的关系 可能导致它的皮肤亏烂 才会有流血这样子的状况 所以今天我的目的其实 除了要去跟它买一个新的鱼 鱼缸以外 然后还要看 如果我的小金鱼这样子受伤来讲的话 是必须要怎么处理啦 因为其实现在我们把它养在这个盆上面 它完全是没有过滤系统的 所以变成我要经常帮它换水 前一阵子我又比较忙 所以变成我又比较少换水 所以为了粘好的水质 我决定还是去帮它买一个缸啦 买一个比较小个的缸 OK所以我们话不多说啦 现在我们就去那水族馆那边 问看这个老板娘 如果它真的是被其受伤了的话 应该怎么处理 然后顺便在那边买那个鱼缸 跟一些过滤系统的东西啦 所以我们现在就过去 Let's go 现在我们已经来到这个水族馆这边了啦 所以现在我下去问一下老板娘 我们的小鲸鱼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啦 OK现在我已经来到水族馆了啦 这边就是我之前买鲸鱼的鱼缸 好啦我现在去问一下我鲸鱼有什么问题啦 OK现在我已经回到车上了啦 刚才我已经问了老板娘 鲸鱼为什么会这样 他讲其实这种状况不一定是受伤的 他讲其实很有可能是寄生虫啦 就问他这样子如果是寄生虫来讲的话 他需要放药水还是什么嘛 他就讲其实他都不是生病还是什么 所以是不需要的 之后我就有跟他提到我要换鱼缸的问题 他就跟我讲千万千万不要换鱼缸 哈哈哈哈哈哈 我跟你讲的话我是初学者嘛 我心想只是想要给他一个新的环境而已嘛 老板娘就跟我讲你换鱼缸啊 它更容易死 我就问老板娘为什么呢 老板娘就跟我解释 如果你换鱼缸的话 里面又只有这一只小鱼的话 它整个过滤系统就会变成很简单 所以就导致这个鱼就比较容易死啦 其实我也是不太了解过滤系统太简单的意思是什么啦 经过我这几个月养鱼的感觉啦 我觉得它的过滤系统太简单的意思可能就是 因为我们水质里面需要一些菌 可是如果你是单单一只鱼 在一个那么大的鱼缸 然后可能它就产生不了一些 一些菌还是什么之类的啦 其实我也不能够太确定啦 你们知道为什么的话 你们也可以在底下留言分享一下 我们彼此养鱼的经验啦 好啦所以竟然老板娘 它一直叫我把鱼放进去同一个大缸里面一起养啦 因为它已经蛮大一下好了 所以等下我回家的时候 我就要把我的鱼移去大鱼缸 让它们一家团聚啦 OK这边处理好了过后 我就要去麦多呢 买一下它的新品来试吃一下啦 对啦没有错 还是会试吃给你们看 因为之前有一个观众 他就在IG inbox我 讲麦多那有出新品了啊 就要我去试吃看看 我就跟他讲我有时间的话我就去试吃 结果一等就等了那么久 不好意思啊 因为真的是太忙了 所以也非常感谢这位观众给我的资讯啦 现在我就去找这些新品 看是不是真的有在卖啦 因为我也不确定 等下我买了过后才给你们看啦 所以现在我就过去Bettonut试试看 嗨,Darwin咧 其中一个是 Apple Crumble Cheese Cake 啊咧 satu Apple Crumble Cheese Cake 啊 Panang Gula Melaka Cake Chamberda McFory ada? satu 你这个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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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个吗 OK,谢谢 哇,真的有诶 这个是Chamberda McFory 还有两个蛋 等下他送过来的时候 我就在车上直接试吃这个 McFory 给你们看啦 2000年之后 没有错啊 我的蛋终于来了 我很期待 10%的咧 OK,这个应该是Banang的 下面那个应该是 Apple Crumble的咯 OK,所以我们回家才试吃蛋糕啦 其实 McFory 我每次还蛮喜欢吃那个 Oreo Oreo的 它最原始的口味啦 但是我没有吃过这种 比较特别的 OK,所以现在我们就来试吃 Chamberda McFory啦 它里面是这样子咯 一样有雪糕 跟这个 我觉得是Chamberda的 硕硕,这个黄黄的 诶,它真的是Chamberda的味道耶 为什么这个观众还一inbox我 我就觉得很想要试吃这个Chamberda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Chamberda它本身就很香 它是一个很甜的东西 可是它真的也很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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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种 然后我就觉得它配搭在这个雪糕里面 一定是会很特别 它是有果肉在里面的耶 我觉得这个可以长期卖耶 因为我真的觉得蛮好吃的 可是它真的很甜啦 因为Chamberda本身它就很甜 再加上雪糕也是甜的 所以它甜上加甜 它是甜到有点腻的嘛 真的是很特别很好吃的啦 我觉得你们真的可以回去买来试试看啦 可是我觉得你们会吃不完整盒啦 因为真的太甜了 它的感觉是如果你只是吃它的雪糕 有弄到它的那个Chamberda的汁 完美 可是如果你拿它的果肉 参那个雪糕一起吃的话 太甜了 真的太甜了 虽然我觉得它甜到有点腻啦 可是我还是觉得很好吃 不过这个真的只推荐于 喜欢吃Chamberda的人 因为Chamberda的口味太重 它就有点像榴莲这样的嘛 有些人觉得它超级好吃 有些人觉得它是臭的 吃完过后 我就要回家处理我那只小鲸鱼好了 我们现在就回家处理我们的小鲸鱼 Let's go 现在我回到家 我就要把这个小鲸鱼 先移去我们的大鱼缸先啦 所以在移小鲸鱼的时候 因为它的温度的差别 所以我们要让它的温度 不要相差太远的时候才倒进去 要不然我担心会有问题 所以现在我们就把它装去一个纸袋 才慢慢的把它倒进去 我们现在就来把小鲸鱼放去一个纸袋先啦 OK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小鲸鱼 这样子放着 OK 我们放下去之后 它就会在里面啦 它已经是在水里面了的 然后它现在我们就让它适应温度先啦 然后慢慢它的水的温度 跟这个鱼缸里面的温度接近过后 我们就会把它放在一起啦 你们有没有发现 它已经变成金色了 它开始变色变成金色 这是本然的 我们来看看 哦 OK 这边好像给老鼠偷吃一口的感觉 奇怪 好怪! 老婆,是不是你偷吃我的蛋糕? 在那邊偷笑? 哇,很漂亮耶! 它上面這個應該是椰絲來的 然後這個是板南蛋蛋,這個是馬六甲椰糖 我忘記跟你們講,這個蛋糕是 就是板南蛋蛋跟馬六甲的椰糖 所以現在我們來試吃看看好不好吃啦! 哇,它的椰糖真的好像很濃的感覺,你看 我來試試看啦! 整個就是椰糖味 真的很甜很甜很甜 這整個吃起來,就有那種 它的板南蛋蛋的味道沒有很重 但是還是吃得到那個板南香味 它的椰糖真的不手軟,你看 真的很多它有椰糖 我認真講,不是普通的甜 它的椰絲很加分 它這些是椰絲來的 因為它那個椰糖甜到有點太可怕 可是它也是綜合掉一些椰糖的膩 總的來講,我是重口味的人 我覺得不錯吃啊 其實真的可以嘗試看看 只是真的有點太甜了 OK,下面一位就是我們的 Apple Crumble Cheesecake 顧名思義,它就是 Cheesecake啦 我很喜歡吃Cheesecake的 尤其是那個Marble Cheesecake 哇,這個更誇張 誇張什麼? 誇張,你看 這個被咬掉一口更大的 OK,所以我們來看它的Cheesecake 它上面有一層Tomping這樣子 然後它這層是Cheese來的咯 然後它下面有一層類似它的底 OK,所以我們來試試看 我懂這什麼 這下面這層是Apple來的 這蘋果的味道,它是Apple Pie的味道來的 配上這個又酸酸醬,很開胃很開胃 所以真的很好吃耶 因為我們的那個 哇,還有葡萄乾 你看還有葡萄乾 OK,整體來講 我覺得這個Apple Crumble Cheesecake 比較好吃 因為它那個Cheesecake真的有厲害到耶 因為起司本身是很香 但是它會很膩 它的那個Apple 它的味道是那種Apple Pie的味道 然後又加上那個起司的香味 堪稱完美 但是我覺得啦 我個人覺得 如果這個Cheesecake 它放的不是Apple Pie 它放的是Blueberry的話 我覺得會更好吃 所以這個Apple Crumble Cheesecake 我也是很推薦你們去嘗試看看 它是真的很好吃啊 而且Cheesecake 是真的吃了會飽的 我剛才吃兩口真的很飽 OK 所以總而言之 這兩款麥當勞的新口味蛋糕 我都蠻推薦你們去嘗試看看的啦 喜歡吃甜食的人的話 我覺得你可以選擇那個板南的啦 因為我覺得那個板南的不是甜而已 它是非常甜 喜歡Cheesecake的人不用懷疑了 真的Apple Crumble Cheesecake 真的好吃 是無法形容的好吃啊 因為我想像中的Cheesecake是很膩的 它不會讓我很膩 真的 所以你們趕快去嘗試看看啦 如果你們還有想要讓我開箱什麼特別的美食 或者是新出的產品還是什麼 你們都可以來我的IG這邊 來inbox我 讓我知道啦 我有時間的話 我真的一定會去開箱的 所以如果你們想要看我拍些什麼的話 你們就在影片底下留言讓我知道 或者是在我IG inbox我啦 時間也差不多了 我們去看我們的鯨魚 可以不可以把它融入進去這個大魚缸裡面了啦 它終於要跟它的爸爸媽媽一起團圓了 我們現在就去看 Let's go OK 所以我們的小鯨魚還在這邊 它裡面的溫度 也跟這邊的一樣了 所以現在我們把它撈出來 會見證奇蹟的時刻到了 所以這幾天我就會比較注意它們啦 因為其實我最擔心的就是 這兩隻大隻的會欺負它 希望它在裡面會住的習慣啦 OK 所以我們的小鯨魚終於搬家了啦 雖然它不是意義上的搬家啦 但是它也算是搬家啦 它還是從小魚缸搬去大魚缸這樣子咯 OK 所以這幾天我就會比較注意這個魚缸咯 就是看那個小鯨魚的狀況啦 因為我非常擔心的就是 這兩隻大鯨魚會不會欺負這隻小鯨魚啦 所以如果你們看到這支影片的話 如果你們養魚有什麼經驗的話 你們也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訴我們 你們會怎樣處理這樣子的事情啦 OK 所以今天影片就到這裡結束啦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分享 訂閱 以及點贊 還有記得打開小鈴鐺 你們就不會出我任何一支影片咯 See you in the next 開箱影片 Bye Bye by bwd6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